好,下一套了 下一套,整個作品名字都是錯的 但我們新番沒有說的 對,它不應該是... 你錯,新番是有人想說,寫錯了名字 對,我寫了魔法少女大戰,Sorry 但魔法少女大戰其實是OK的 好錯,連魔法大戰都沒有 為什麼我覺得名字是希澤呢? 我們接著講的就是選擇感染者 對,選擇感染者 這套我認為叫做什麼呢? 叫做欺詐感染者 怎樣是欺詐感染者 我說我看法,我看法它是... My He-Man 玩卡 不是,這套東西 我看完這套之後 我... 有點得著的 它爆盒嗎? 玩任何遊戲的時候,記得看說明書 看說明書也沒用 他是看說明書之前已經拿了東西 已經被人感染了 已經被人感染了 很多人真的會說這一套作品很小圓 純粹叫做什麼呢? 是做一個很黑暗的風格 不是,它原本應該有實體卡 是一隻實體卡的遊戲 但它用了小圓那種黑暗風格去包裝這套動畫 不是,因為整個故事... 我... 我沒有玩過這隻卡的遊戲 我也沒有 純粹是上網看過這些資料 是的,而也補不及它的規則 其實我覺得這套動畫是不重要的 所以我也沒有... 不是,動畫就就做 我覺得它又想回避了這個... 規例 但是它又有些東西... 又說了出來 所以我覺得好像兩頭不到岸 它那個做法其實是什麼呢? 你在它的卡片戰鬥裡面 它會不停去說一些卡的東西 就是... 叫做... 你認識卡的人 你知道這張卡是有什麼功效 大胎 而你衍生了就是你知道這場戰鬥現在的概況是什麼 而你不知道的時候 你就當它叫一個招式名 就是兩個魔法少女 就是兩張卡在那裡互陷 互陷 當然它是有好... 整套東西是... 當然因為它有異季的關係 它現在也有很多東西是未解釋 也不知道之後會不會解釋的東西 異季好像是十月 也很明顯看完整套之後 你就知道完全是未完的 這套東西其實... 我不會說不好看 其實我覺得是很坑人 不好意思 我直接覺得不好看 因為我覺得這套東西是很坑人 黑暗風格 怎麼黑暗都好 黑暗是有烏的 很淡 它很黑暗風格 整套東西是很暗的 融色嗎 融色 你這樣說 整套東西裡面 我是未見過太陽的 好像是 你們看天使得得多 又下雨又陰天 我燒嬰兒頭 這套東西是沒有... 至少我在整個記憶裡面 我沒有見過太陽出現 這套東西是一套很陰沉的動畫 也配有它的主題 這套東西裡面 任何的東西都是為了坑人而製作出來 這套卡都是為了坑人而製作出來 你又沒有這樣 所有卡都有了坑人而製作出來 可能是這樣的 不知道 我現在以第一季到第一季 我當然是這樣看 第一季裡面 其實 所有記憶者 都會有 叫做什麼呢 他們有一個 叫做願望 不一定有願望 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主角就沒有願望 我不算主角 主角加入前面 那個前置設定 主角是一個special的存在 不要理他 總之他會有一些願望 那個願望 不管是什麼願望 然後 然後就會有一些金魚佬 金魚佬 總之當他接觸了 那套卡之後 不知道一個什麼 篩算基準 總之可能就是覺得 一定要是女 沒有辦法 一定要 因為他要注意到 毛毛少女出來 無限少女出來 沒有辦法 少男和魏娘 不再這個 考慮之年 不好意思 那當然是一個篩選 家族與狗不得參與 不要理他 阿婆參與 很Y.H.M. 你看看你怎樣定義少女 Y.H.M.全部是女 選妻 叫做 那個感覺 其實 篩選條件 就是 剛才這樣說 總之就是 你拿到一張卡 有夢想的少女 然後就會有個 那張卡裡面的 那張叫什麼 那隻精靈 我們當 那隻精靈 看到什麼很差 什麼夢幻少女 不是 不是 有隻東西在裡面 總之那隻東西 就會跟著 你推介 就是 推介 他推銷 他說 他就問 你需要A賞 還是D賞 你有沒有什麼夢想 是很想實現的呢 他應該首先問你 你想不想成為一條鹹魚 不是 不是 是一個 是一個很廣告推銷 不是 應該反過來 你想不想從這個鹹魚的生活 畢業 不是 他一開始就說 就聽到他說 然後跟著 當然不是這句 不是他們第一句的對白 通常是他們第一句 嗨 嗨 嗨 神經病 這個 女主角就是不懂得說話 錯 而這個東西 這個 這個的對答是有心意的 你就會看到 他一嗨完之後 若然一個 想正常 或者一個 甚至成熟 沒錯 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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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應該是消了一句 然後不是 嗨 大哥 嗨 嗨 嗨 什麼意思 然後跟他說 通常是第二個對白 說完話 因為他身邊通常會有其他人 然後他說 沒用的 只是你聽到我說話 陽光檸檬茶 那些是典型的 那些是嗎 那些新聞人就說 你撞鬼 沒有辦法 我是跟死你一輩子 然後在他很恐激的時候 然後就問他說 你有沒有什麼慾望實現呢 養鬼仔 通常 至少我見到有回憶的少女 他們想說 我沒有任何慾望實現 然後就三回憶 通常大家都知道 第一次推銷完 都是接觸那個 白門 都是白門 或者被人打電話 當然這個 這個推銷完 即是他又不敢 已經上門了 因為他第一個 被人打電話說 你撞鬼 不是上門不只 還要在這間房間出現 不是他 即是那個人 不敢扔傷卡 正如是 你 他還要晚上睡覺的時候 不停叫住你的名字 即是你拿了 你拿了一些 詛咒的東西的時候 有些人是不敢扔了他 你知會出什麼事 你計算 我們說這個 人靈蜂蜢之後 現在說了很多恐怖片的東西 這也不是恐怖片 最後就是 這班少女總會有一些 希望實現的夢想 甚至那些夢想 是 多無厘頭 或者多普通 對 多普通 或者多高難度的夢想 也好 接著就是 向這個 許願之後 其實他的卡就會告訴你 可以實現你的願望 只要你 不斷去打 不斷去打 但是我告訴你 我不知道你要打多少場 但是你輸三場的話 不是張張卡都 有跟他這樣說的 是說 你只能夠輸三場 你輸三場的話 你就會失去這個資格 連續輸三場 他沒有說這個 連續輸三場 輸三場 甚至 一輸三場之後 他都不知道 他有說 總之 每個人都知道 他只能輸三次 但沒有說 輸三次 就是說 我失去了 可以實現這個夢想 的機會 他不應該是 失去成為無限少女的機會 是的 那又不能夠參加全美一丁 可以拿到五百萬 多少萬的獎金 William Hung 因為你的表現力不夠 而這裏的故事就是 這樣衍生出來 每個少女 包括主角 他就是 拿到這個 白色卡組 總之拿到一個卡組 很整頂 而且 其實這遊戲 我看他的時候 是很有趣的 因為他們要買 又不是說 要買 其實就是 你想 你想成為這個無限少女 最 第一個團員就是 爆卡 爆盒 先有錢 還要跟店員熟 店員熟 拿優惠 你有錢 你無事 這件事 不是 阿露 這個角色 其實就是 Luko 對 儀式到 柔月 一一 這兩位 其實 他們一開始 尤其是 柔月和一衣 他們和其他人一開始 就是什麼 他們的策略就是 打水魚 或者是打身手 這個 一衣是嗎 一衣都算 一衣 他是第一次打 一衣 其實都算是打身手 他是用一個很軟的態度 你可不可以和我打一場 然後 他的態度就是 我也是輸給他 看這傢伙這麼可憐 他也是 你如果找一個高手 或者他們已經 有一定經驗 他們可能已經輸了 他們是不會輸給你的 他就是找一個 伸手 你未輸過的 那你試一場給我 這樣 可憐啊 我當 是 這件事 大家都知道 買保險 作為 一個卡遊戲 其實推廣一個卡遊戲 最重要就是 很多時候 是要令伸手 知道他自己在玩什麼 這班人 這班人 完全是一個完全不專業的 他們是沒想過推廣一個遊戲的 固然是 這不是叫香港server 不是 其實純粹是玩卡遊戲的心態 很多不同類型的玩家 這件事 很厚非 專欺身手 有些人 有些人是不介意勝負的 純粹是想玩 純粹是想約人 這裏的故事就是 其實你見到 無論 阿傑娜 是 阿傑娜 阿傑娜 不是說主角群外的人 現在是說主角群 是 阿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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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為了 欺身手 打水魚 就是為了 不要跟他講規矩 不是 就是說 規矩的東西 你打一打你就明白 總之跟我先打一場 好嗎 輸得多你就明白 所以 這個 如果 正常卡遊戲 我們告訴你 我都可能會這樣 你先用新手卡組 我慢慢教你 打 然後 你應該出這張牌 這張牌 你就不應該出 你出這張牌 我就會出這張牌 來對付你 那你就輸了 不是解釋 解釋完這件事 但是 在這個遊戲中 你覺得 你這班少女 為了自己的夢想 是無所不用其極 其實很合理 證明他不是鹹魚 是鯊魚 很合理 我明白 很合理 真的很現實 就是他們 有一個 港女的心態 很 即是打卡 叫做什麼 你打卡 打卡就是什麼 好像一些比賽中 你應該說 用一些職業賽 比賽中的玩家 他就是為了贏你 不是 正常來說 你比賽的玩家 你應該知道這個遊戲 是怎樣玩的 但是 這個所謂 因為你要成為Sletter 有害羞 不一定是你玩過的 你只是剛好碰到這張卡 剛好碰到這張卡 張卡說 你被上身了 這樣 這樣之後 就成為了 當然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 逼人的玩法 就是剛才我猶豫 就是專門去找一些新手 然後跟著 一聽到他 咦?你沒玩過的? 一起玩 好Brenny 而一依那種就是 我輸了 我輸得很慘 你讓我贏回場 大家的策略 他贏的策略都不同 而阿禎那種就是 用他身為叫做 名將 名將 口將 口將 你可以說是 的一個興奮 就是 用淫海的攻勢 就說 逼你出來打 玩吧 為什麼不玩呢 那些是很痴前的 玩吧 直到你打平為止 然後 滑牆無所謂 不是 他那種手法就是 逼到你 其實 你很煩 阿禎那個腳色固然 他那種手法 但他那種手法其實 挺合理 很合理 他不是用 好像猶豫那種 因為新手就說 你玩吧 我覺得如果他說不玩 猶豫是沒有盡 而阿禎那種就是 你不玩啊 精神上折磨你 我數臭你全家 簡單點說 猶豫呢 是他玩卡的方法 無恥 阿禎呢 是他逼你玩卡的方法 無恥 但他玩卡就是和你正正經經的打 但他的態度無恥 不是 猶豫那種是 猶豫那種是 他叫做什麼 他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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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禎那種就是 他不是 他對自己實力有一定的 信心 也有實力 他最少不是第一次玩 不是新手玩 而他的態度就是 我有沒有實力不重要 我最重要是 你發揮不到實力 還有就是 我還要打擊你 打擊你 打擊你就是 你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在玩卡 然後你又不知道自己在什麼情況之外 我輸了 然後告訴你 你都是一個廢物來的 你玩什麼卡 做人你又不行 做人你有沒有我這麼厲害 我偶像 你玩卡你又不行 你生存你又有什麼意義 他就是 贏了就好 還要踩了兩腳 當然其實我不知道 其實是不是 以理論上 如果以他的玩法 其實我覺得 你真的對每一個 的Sletter 你只能夠贏一次 對他來說 他應該是沒有價值的 他應該是 不是正常 你對一次 不是應該重複戰 就是重複戰 就是重複戰 你贏了那個人 你再在身上 如果他拿了勝利 應該就是沒有意思 沒有意思 沒有這個EXP 對 而且還會有機會被人 複雜 而你壓住了一場 這個是 我在阿禎那裡 我就看到這個概念 因為不是的話 其實很多東西 都是在阿禎 那些戰鬥上 看得出來 不是 他很重要 我覺得很重要 很重要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角色 很重要 就是 總之 你看到 如果不是的話 他應該是 把一個角色 輪奸 邊屍邊 到他 失去了資格 然後再去找下一個 因為你要知道 導入那個位置 也是他 之後帶回Eona 出來 也是他 他整件事 是Keyman 所以剛才你說主角群 不算他 我說 如果算他 那五個都算是主角群 但你說 他是一個敵人角色 就是敵方的主角 這樣也可以 故事裡面 其實就是 重複這些 叫做 欺凌 我甚至覺得是 欺凌 你形容 OK 這套童話是走黑暗風格 沒有問題 反而我都沒有問題 你不要跟我走光明 要不就走 哭到底 那 而 你不要跟我打完之後 說 我們做朋友 那樣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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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套東西裡面 無論 卡 本身的意志 和本身的意志 本身 他們全部都是一班 很自私的人 人性 人性的 醜惡法 正確地說 那班卡 或者這樣說 至少他沒有一種 我們看動畫裡面的角色 應有的偉大 應有的胸襟 即是半叔 不是 阿伊伊的精靈 算不算 不算 他最後 阿伊伊的精靈 他最後都是說 你扔了 你扔了我 他明知道他是不會扔他的 而 你如果黑一點這樣想 他這個是一個策略來的 怎樣 不是正常來的 我大哥 一以完全沒有喪失這個戰鬥意義 而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你再進一步去想這件事 就是 因為他知道 一以這個sletter 他是沒有機會會贏到這個遊戲 而 他要脫離這個輪迴 脫離這個地獄 這條廢柴 的唯一出路就是什麼 他輸三次 盡快輸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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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什麼 這傢伙是廢柴 留他的班 當然不是 快輸三次 升班 踢他出校 不是這件事 就是 我跟了一個不好的上線 我要轉行 過了三個月 就搞定他 我就要先把他丟掉 所以他就 我黑一點這樣想 這件事是很黑的 你應該用這個思維去想 OK OK 然後他不停地說 不需要戰鬥 他不是叫他不要戰鬥 他說 你不需要戰鬥 你的願望已經實現了 最後就是 在第三場戰鬥裡面 在當中裡面 因為 就跟他說 輸三次 就會 拜拜 拜拜 是的 還要好像是第三次開始 是第三次 第三次 已經會輸 已經會輸的時候 他告訴我 其實 他說 他那個態度就好 他說到自己真的很受 我說 叫了你放棄 叫了你不要戰鬥 他就叫他 甚至叫他打下去 但是他是這樣的態度說了 心裡都不知道多開心 然後 他就跟我說 輸三次 是會 當然他在這裡沒有說 然後我們就得知 輸三次之後 就會失去了這個 這個玩 得到這張卡 為止之後 的一切 和這個有關 不是 我選擇 你成為了 Snetta之後的記憶 你原本的願望 會變成負責 MILOT 方向發展 是的 他的願望就是 他想要朋友 他結果就是 一輩子都沒有朋友 一輩子都沒有朋友 誰這樣說 是不是可以 一開始是一個願望 一輩子都想沒有朋友 之後輸了 他就有三次 沒錯 沒有錯 我真的沒有看過 我覺得這樣 就整件事都淹沒了 那這個遊戲 那個設計者 就會跳出來 很光明 整件遊戲 是不是已經很光明 喂 喂 他要給我輸 快點 你快點死我 大家都差點自殺 那有什麼不好 你親手說 我輸給你 還有 翠韓君是什麼 你也想實現夢想 是不是 你要知道翠韓君是什麼 贏 你不知道要贏的一個 無了解 輸是有限 輸 輸三話搞定收工 輸永遠都是容易 沒有 沒有要 你得到 我真的有想過 這個很重要的問題 當然 我不知道他的願望 他是要你從心底 但是 如果純粹是口說的願望 的話 真的OK 這個就是 即是我的願望 是成為一個窮光彈 一輩子都沒有錢 立即輸三場 那我就會說 我賺錢賺到 我不想賺 全世的選由 你放過我 奇奇落合菜 我都要買 但是你奇奇都要我送 很灰 你知道 我沒有家放 我一個月 三天我都要買 但是三天你都要我送 我每次都要去拿錢 不是 純粹如果是這樣 我會創了一個 我會創了一個很美好的世界 一班就是 許父的願望 一班就是許淨的願望 正父 合在一起 不斷輸的話 就OK 全部人都可以實現願望 這些不是叫貧富懸賞嗎 有公有求 有商有糧 那 那 這遊戲就是 溫度下去了 我什麼都要給你 輸打贏 這班人 我們說 這是一個很美好的世界 就是我告訴你 第二季 第二季 就是第二季 我覺得我們應該幾集節目 給我製作範圍 你有沒有想過 有一個人在那個 不是有一個人就 他就說 他立志成為一個窮光盞 我立志成為一個 宅男 然後又不行 我身邊很多女 那應該就是 輕鬆雪的故事 宅男的相反 絕對不是多女 是永遠都回不到家 有機會 有機會 故事裏面 一姨 其實一姨 她又不是真的 失去了記憶 好像是 她是封印了 但一想起 關於朋友 關於卡的東西 她就會頭痛 是的 故事裏面 其實 裏面 其實 柔月的奉想 就是跟她弟弟可以 近窗窗間 阿禎想說 這句 說了三個字出來 的確是 是的 很老實 她是想做這件事 這個是禁斷的愛 是的 而這個 就是 由於太想實現這個願望 就是 她很想確認自己的弟弟 那這件事是 弟弟 弟 弟 弟兄 稀有品種 其實 也不稀有 其實 她就知道 其實 對她來說 她也是為了實現自己的願望 優先 因為 她就算接觸到這班朋友 老實說 平水相防 馮尚作氣 沒有馮尚作氣 也不是雙性 馮尚作氣要出本 然後她就不停去戰鬥 不知為何 就是在這個心態 在這個叫做 萬念俱灰的心態 不知為何戰鬥 你突然提升這傢伙 在玩卡氣技術 她後無退路 背水一箭 卡牌就有趣 不知道 你想他們兩個怎麼回答你 跟著 在她叫做 這個是很划算 這個說 贏多少場 其實是由於我們資訊 才知道 你贏多少場 我不知道贏多少場 其實 總之 總之是一定的條件 但條件我真的答不到你 你的願望 我是真的能夠實現你的願望 但我怎樣能夠實現你的願望 我真的很確切答不到你 但你要相信我 你繼續玩下去的話 這種就是 你繼續贏的話 這種就是 騙了我 倫敦金變我 我 阿婆那些 我覺得 你兒子有很大的危機 但危機要多少錢才化解 所以我回答不到你 你繼續供錢的話 我就可以幫你 終日一日 你兒子的危機是會化解 你這個比喻不對 是大陸那些 你現在中了一部iPad 然後 你現在就要寄三千元來做 那個保險 那個登記快 登記人之後說 你的船期延期了 扣起了 你要通關 又要再給多少錢 然後通關 到你省的人又卡住了 你又要再給 那些 總之 還要付錢 那些不斷不斷 不斷 對那個故事來說 當然那些女兒都有些問題 對一個這麼不確定 當然 這個你一開始就說 他一開始就說 他就不會做 不是 我為你介紹的人要說 他跟小元那種情況就是一樣 所以不是通關E-mail 不是 他那種心態 捉了那種心態就說 喂 我都洗心了 可能有些說 我都贏了十幾二十場 可能下一場就是 我沒理由現在放棄機 就說 開了二十次大 我不定在買大 我都在贏 但是我沒理由不再買大的 即是Lulu 即是Lulu 世界會戲就算了 大家都斷垃圾了 他是捉住那種賭仔的心態 說 我贏了一條路 我怎麼會走 現在運氣在我那邊 嘩 來啊來 但是 不知道什麼時候賭到 賭到 我夠用 我夠用 他覺得要錢要更多 而這裏的個案 總之就是EXP未夠 最終就是 柔月在一個 不知道贏了幾場之後 然後就說 終於達成這個願望 然後跟著 史上最黑 這套劇中最黑的劇情 就說 沒錯 我會幫你實現你的願望 但是實現 應該說 你的願望實現了 不是你個人實現到的願望 是我代你實現你的願望 不是他沒有違反這個合約 不是他不是說 我幫你實現你的願望 你的願望 你的願望是達成了 是的 因為柔月的願望就是 希望跟他弟弟可以 在一起 所以這些不是契約上的問題 一定要說得很清楚 要Divine Terms 柔月是誰 他的弟弟是誰 受益人是誰 愛是誰 愛是什麼意思 二就是 花袋小姐 花袋 花袋 他們兩個靈魂交換了 柔月就變成了張卡 張卡的精靈 而花袋就變成了柔月 取代了他的實現實的柔月 跟著 阿朱的問題就是 他要追求他弟弟 不用追求他 他弟弟已經鍾情於他 我經常都在想 如果他拿著一張男性的精靈卡 他會怎樣 沒有的 沒有 都說一定是女 什麼 一依的精靈是不是女 女 平空 平空 是 不是 他有沒有Divine過他女 真的有 有 分不出人名 以後有一個新屬性出來了 OK 還要在香港生活 你 不能歧視平空 你都知道香港的調查所顯示亞洲最平 有科學根據 他真的是調查 你今天小心點過馬路 我答你一點 故事就是 因為阿花袋小姐 取代了 當然阿花袋小姐 當然阿花袋小姐 一直是知道這件事 總之是這個規則 因為其實他應該之前已經輪回過一次 他可能 他也是贏了 他也是贏了 所以他進了局之後 他就要去找 再困其他人 就是陳阿蜥 我哄很大 怎麼想 找一些人幫我電燈 是 應該越開越大的 那這遊戲就可以流傳下去 OK 不知道 而我不知道 你當我契約是一定要絕對的 所以阿花袋用了阿柔宇的身體 他都必須要追求他弟弟 即使他喜歡不喜歡 嗯 真的 我覺得 其實 我有時覺得阿花袋小姐 在柔宇的身體上 很可憐 經常都在哭著 我真的不喜歡這隻弟弟 我覺得 是有這樣的感覺 兩方面都是一種 叫什麼 折磨 對於花袋來說 他未必喜歡他弟弟 對於柔宇來說 他又達不上他的願望 唯一最訛的就是他弟弟 所以他就哭了 他弟弟是OK的 其實也沒所謂 其實他弟弟 看他的角色 其實小弟應該是一直都 對這麼斷斷 他的有一個 憤怒 挺甜蕁的期待 他是一個憤憊 他是一個憤憬 他也讀不到這些 但是又沒有毛毛少男 所以 毛毛少男 這樣有沒有 他唯有把他的心底的願望 收進去心裏 而當她姐姐自動送相片 他就叫做去馬了 但實成無恥 然後在柔月就知道了這個騙局的 知道了這個前規則 知道了這個前規則 那女兒進來之後 又是幾QB式機器之後 你的願望實現了 不過不是你 我沒說過是你實現你的願望 這麼想玩 你要記住,那女兒不是夏娜鵝 那女兒是那個卡 那個人 她是在現實和文 她介乎了精命和人間界中間別逢的人 有個人 不知道是不是人 不知道是神 不知道是甚麼 這個人在第一季賺錢 但我肯定這個人都是奸 這個人都是被人插進去 不如說這個動畫裡有誰不是奸 阿婆 說不定他也是奸 八層 你很難說 阿婆 可以 阿婆玩卡這麼厲害 阿婆 都是 對 我不相信一個阿婆玩卡這麼厲害 不知道 你記得第一集 阿婆認識Customer 認識Game 給我哥哥 我哥哥說阿婆去發那些關卡 很難過 所以我不相信阿婆是不黑的 阿婆是Game Designer 阿婆可能是 阿婆可能已經不是她 阿婆 OK 有甚麼問題 OK 可能這隻遊戲已經玩了很久 阿婆在一個少女時代 她也是一個夢夢少女 阿婆是Steve Jobs 不奇怪 說不定介乎了聶鳳 那是阿婆的真身 她有一節 阿精應該是輸了三次 但阿精就沒有收到她的記憶 阿精她是輸了給阿露的 她說她再輸給另一位 阿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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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是三次了 她說她輸了 但最後一場應該輸給阿露 阿露 總之她輸了三次 但她沒有失去記憶 她失去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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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精 應該沒有失去記憶 這個是Bug 對 這個是Bug 不知為何 因為我解釋不了 就是 就算阿一依再拿回 猶豫章家 她不是 記得所有東西 她不是說 一拿那個卡 好像死神筆記一樣 我再碰本筆記 我記得我之前玩過筆記的記憶 所以這個我不清楚 她沒有說這個設定 說不定是同樣的設定 都未定 那是黑暗暗 對 她怎麼爭論都可以 其實阿伊奧娜 其實這傢伙 這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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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第一句就說 你沒有願望 你沒有願望 不應該玩這遊戲 你沒有願望 是一條鹹魚 你沒有願望 他覺得 他覺得 其實他是不信氣 有傢伙說 他沒有許願 其實是甚麼 因為 這傢伙 正正說的一幕 你沒有願望 你輸了就真的有很多願望 這件事是 就說 你沒有資格玩 就說 等於我給你三個願望 你第一個願望 我要三個願望 就說 我沒有願望 沒有的相反 的minus 就是無限 無限的願望 他一聽到他 他就說 這個高人 你沒有資格 你沒有資格玩這東西 就知道就是 不行 這些不是童話故事嗎 童斧頭 不要 什麼斧頭都不要穿 就是你一個最厲害的 那些 就是三個斧頭 就是 斬死他 當然我不知道 其實 我不知道 製定願望 應該是不可以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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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露真的沒有願望 他以定性就是 他無所謂 就是他一個 石鏡裏面一個就是 來啊 鏡來了 輸了 有什麼所謂 我都沒有東西失去 對 那種狀態來的 但是 以Iora 其實 Iora他還有一件事 就是 不要伸手 我是享受戰鬥 然後 那個case就是 那你又和征打 那征不是伸手 一依呢 他最後就是 他是 一依第三 一依不是伸手 一依已經經歷了兩場敗職的戰鬥 所以他不是伸手 不是 他只是尾刀 他要是說 他是享受戰鬥的樂趣 你找一條 彈傘 享受什麼戰鬥的樂趣 戰鬥的樂趣分很多 包括屠殺 戰鬥的樂趣分很多 有一種戰鬥樂趣分很多 有一種戰鬥樂趣就是 互相勢官力敵 好刺激 好刺激 good game 那種叫熱血的戰鬥 另一種就是 嘩嘩打到比分足球比賽80比0 那種 單方面屠殺 單方面屠殺 也是一種樂趣 哦 B方面才被人屠殺 那是有經驗的抬手 正確一點是追求自己紀錄 追求殺最快的紀錄 突破紀錄 或者輸到最快去 輸80比0 嘩好有快感 那這個故事就是 一隻就是這樣 偷偷轉轉的套路車 然後就說 伊奧拉就做了一個叫做選擇者的大戰 在一棟大會 大會 反正大家都是要找著 不如就 把他們一起一次過 不要煩 而我知道為什麼伊奧拉很禁定 他 合乎了我們第一個前置條件 他真的有錢 他有錢 你有錢 那棟大廈 廢棄大廈 身為協議 這麼暗 燈都沒有盞 大佬 廢大廈也好 你現在給我 我也很有錢 頭樓也沒有錢 沒有電 不知道有沒有水 還有 一定有電 搭升降機 是搭升降機上去 他說這個是裝壽裝 你不說不明是人手 你怎麼知道 丟歪 你 扯上去 最後 最後這一 中途裡 不要管什麼打打殺殺的東西 那些就不重要 那些 最後就是 還有一段應該是 伊奧拉了魷魚張卡 那段就 講回整套東西 講回 精明的設定器 精明呢 有幾個規則 第一 就是他不可以 把這個 交換的 交換身體 交換身體 告訴他 然後就是 但他好像後來也有說 他預料到自己 出來回去 他說 就是他 不知道 總之 突然之間 成為了聖人 突然之間 然後一一應該想不回 他的朋友 有頭痛 有聖人 然後一一就告訴他 其實我一直都很記得 那就是說 那就是 那是怎樣 那就是這樣 純粹記得 不過會頭痛 因為 絕對規則 告訴他 是會忘記 所有的東西 而 我不知道 其實他的定義也很模糊 他說忘記 忘記 應該不會 忘記了 相關的東西 但是 而 那兩個朋友 算不算是 Snacker之間的回憶 是有相關的餘地 那 不清楚 總之就是 純粹我覺得 記憶是封印在他那裡 不會完全忘記 這個 看來這種就不像 這件事 最終就是 伊奧納對阿魯 這場大戰 有打過嗎 打完都可以 然後 最後一集告訴你 要成為夢夢少女 其實贏多少場是不重要的 即是要符合條件 你突然之間得到一個心態 你得道 你可以語化成仙 即是一張卡 你可以語化成仙 然後念相關的咒語 那你就 你也要知道咒語才行 而咒語就是 要一些卡 告訴你 咒語是甚麼 然後一起 一起叫 總之 變身 現在是 龍珠 變身 變身為這個證明 變身的卡 然後 阿魯最後的夢想就是 我要把所有 現在困在卡裡的 解放出來 那他快點輸了 他的解放 真的很像小元那種解法 不是的 如果以這套規則來說 阿魯所有的願望 都是很聰明的 如果要解放 他自己不能夠 不是解放之列 不是 要入堆 先後次序 究竟是解放 解放了所有少女 然後去困掉他 還是怎樣 有道理 這是magic的道理 這個是no game no life 養氣的道理 不是的 動畫也有說過 這樣 就只有你 鎖在這個卡世界裏面 他有說過這件事 他有考慮過這件事 這個要看 堆疊 是這套卡的堆疊問題 是一個 你是入了堆疊 在堆疊裏面 在堆疊裏面 應該問問一套卡 你的效果是怎樣 對 效果絕對不是這件事 但你要知道重點是甚麼 精靈那張卡 除了精靈之外 除了一條邊框 沒有字 好像是沒有 有字 阿魯之前 他進化了一張卡 之後說字不同了 是不是阿魯那張卡 不是 那個名字不同了 那個名字不同了 因為我看過實體卡 那些卡 它是每一隻色 它有一隻精靈 精靈它有分星數的精靈 一星二星三星四星 我忘記了有沒有五星 我忘記了 但是它的名字 雖然是同人物 但是那個名字 描述是有點不同的 所以最後就是 Eola 因為阿精的精靈 阿魯自己放棄 不是 是因為 阿魯那個精靈 在閉塑空間那一條 有一個人說 其實他騙你的 其實那個條件是 那個人說 你想和他做朋友 你和他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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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可能的 因為那個堆鐵 他告訴我 他是會先進去的 所以 你只能夠 你又為你那張卡吃東西 你的願望是不合理的 不是 他是說他騙你 即是他壞人的 他騙你的 他不是想和你 他是不想和你吃雪糕的 一齊 他是想成為一張卡 你轉不轉望 那就是卡裡面吃雪糕 然後 然後 他被他這樣說 然後 那張卡就突然很混亂 突然之間 就說 最後 因為這樣 而沒有把整個 卡的咒語 告訴阿魯 然後 阿魯就趁機 因為其實 很搞笑 當然 有看遊戲王 都知道 如果那條卡牌的對手混亂 然後 這個世界 又沒有判斷 又沒有說要限時多久 一定要過湯 即是回合結束 對 那些 我蓋負了一張卡 回合結束 然後就說 我抽卡 他沒有這些動作 真的很可惜 總之是達成條件 然後就成為了這個 蒙蒙少女 然後 阿魯娜的精靈 取代了阿魯娜的身體 然後 就說她 哈哈哈哈 然後就在那裡 然後就在那裡 對 完全看得不亂不亂不亂 究竟是誰贏呀 誰輸呀 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世界 究竟是 伊奧拉去過什麼的願望呢 嗯 因為其實她說到這件事 整套內裡都說了 願望其實 是有一個物理的界限 它不像不是什麼願望都實現到 嗯 即是好像龍珠 復活過一次的人 就不能再復活過一次 不清楚 總之她說到是有一個界限 但那個界限是什麼 我都不太清楚 即是說 所以呢 第一句 我經常說她第一句對話 已經是騙了你了 我可以實現你任何的願望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任何 不代表一切 編曲動畫 不是 我可以實現你任何的願望 Anything 但是 任何不包括所有東西 但是 Anything is not everything 實現的程度 去到哪裏呢 我無法回答你 就是這樣 整套內裏 整套內裏 整套都是語言藝術來的 告訴你 很貼太 你要贏一次 我不知道你能夠贏 你可以做到什麼 差不多任何事情 但有些事情做不到 做不到什麼 不知道 答不到 你輸三次 你就會向著這個 負面的 你的願望的負面狀態去發展 我記得我當初沒有說她這個說話 即是怎樣 是不知道 都是 所以看完這套 而你實現了 而當你成功了 實現了願望 不好意思 我是會實現你的願望 但是 不是你實現的願望 所以告訴我們 玩卡遊戲 你應該說一句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不是 這個卡 不是 他即是告訴你玩卡遊戲的存在意義 就是 請看清楚規則 沒有用的 沒有用的 不是 請梯準規則 若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 請FAQ有關當局官方 等官方Email解答 沒有用的 那你不解答 你就不要玩 看完這套 我花了三分鐘時間 去回憶所有的片段 還有一個作為一個 有多少玩卡的經驗 告訴你 就是 我最後得出一個理論 就是 他即是告訴你 玩卡的朋友 請 細項規則 不是 為防意外身 請物爆合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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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 很有深度 他是 用一些超乎常理的東西 告訴你 你記得是規則 你 真是不明白的話 你要問 不過你問了也沒有用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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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問權威 或者最終有關當局的人士的話 你是有機會會解錯的 就好像最大的例子就是裡面說 你可以實現你的願望 他沒有說錯 你不可以解錯卡片功能 卡片功能的東西 你要問清楚 所以 這些問 專業牌手 逐個字問 這就是專業牌手裡面應有的思維 你看到張家有時候 他應該是 意思是 張家是不是真的這樣解 所以 很有心意 我覺得任何玩卡的朋友 應該要看一次這套動畫 我想提一提 就是 他這套是以實體卡為一個重點 即是主流的 做這套動畫出來的 但是他的動畫說到這麼黑的時候 會不會有人 看完這套動畫 吸引回去買那些卡 我覺得有在相確 我不知道 那視乎你會不會怕鬼小燈 不是 不是很關係 你明白 有些小朋友看完鬼片之後 他會害怕 不是 就是因為 你不是每個人 接受到這種 這麼黑暗的風格 那你會不會變成 是斷了自己 卡遊戲的迷路 我不清楚 這件事 他會不會走光明向會 但是我覺得 反過來 如果那個年輕人在學校 拿那張卡 發一同學講咒語 當然那個年輕人 會被人送去兒童院 還是精神訓練 精神中心 但我還是那句 玩卡其實一定要看 你會有好心的體驗 有感觸的 真的會 我還是叫人看 看看下季 因為這套已經確定了有二季 好像十月 光田無尼 最後